27.香港相報 雍子光陽為韓國踏血沉迴連奪三界維港爭光 2015年7月26日娛樂藝信 A.05國富城 春夏主演年青新裔導演雍子光執導的電影 《踏血沉迴在韓國富川奇幻電影節》用奪追階電影獎 成為該影展首部得獎的香港電影 戲中飾演援郭少女的新進演員春夏奪最佳女主角獎 而戲中另一位新星白紙則獲得大會特別表揚 希望電影於金馬獎在下一城繼國富城早前在紐約亞洲電影節上獲得亞洲男演員獎後 兩位初登大銀獲的演員春夏及白紙於韓國同獲草 雍道表示踏血沉迴演員先後獲得演出上的肯定 他們得獎比我自己得獎更開心 我為他們感到很驕傲 我希望電影在金馬獎上再下一城 喜獲最佳女主角的春夏飾演一名香港新移民女孩 因環境所迫走上援郭之路 最終更被慘殺 未能出席領獎的他特別錄了得獎感言 這是我第一次拍電影 特別感謝翁子光導演 攝影的杜可鋒先生 郭富城先生以及幕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 讓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好 香港相報記者雲訊 Geläch人 Geläch人 Geläch人